2015年之后的资料 画面就用一下 这个是2014Y 对吧 这个是2013年之前的 就是1987 是不是 到2013Y 1997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少了2015年 所以资料新查询 从档案 然后 从资料夹 浏览 本机的 这个位置 这叫New People 确定 确定 所以我真的要告诉各位 这些资料整理 这些资料整理真的都很重要 好了 那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直接换讲这个 好不好 就是刚刚是不是先载入 对不对 合并之后载入 他是不是载入到Ecell 因为你还是要编辑 根据就直接编 这叫合并 全部都合并在一起了 就直接进Power Query 编辑器 编辑 它叫合并并编辑 可以吗 那你就稍微等一下 然后他等一下这边会建立一个叫New People 就是那个资料只要叫手名称就叫手名称 然后这边就直接点确定 因为都看到都是正常的 好 那一样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处理的方式 其实跟刚刚就非常类似了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当做记录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当做是记录 然后接下来 这个 这个我不喜欢叫区域别 这个叫党名 重新命名 做法是不是跟刚刚都很像 这叫党名 这个叫行政区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行政区没有空白 所以 真的 你不去做这些事情 你根本就不知道说 他的系统别之间 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我 我其实 如果有一天 我去 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他要把那个 就是总这个字前面 多加那个空白 那个目的是什么 好 你看记 记 这个总记 行政区里面 我是不是要把这些都拿掉 我只要 这几个 是5 6 7 8 9 10 11 12 等一下你不要选错 等一下你不要选错 好 确定 然后 接下来 性别里面 请把 记 拿掉 确定 然后 请把总记 移除 然后 接下来 从这个地方 一直到最右边 去做 转换里面的取消资料行书面 然后 这是性别 这边是年龄别 年龄 对不起 就叫年龄 这叫人口数 请问 他是不是少了民国年 对不对 所以 民国年 首先我们先把年龄 年龄 里面的 合计 全部都拿掉 确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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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把年龄 移动到 结尾 我这边是不是少了民国年 既然要有就大家都要有 对不对 所以 民国年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这个把它改成整数 好 那 我可以用写函式的方式来去做吗 因为这也不难 就是把 把这个 这个档案名称 对不对 我等一下再教你好了 好 那就麻烦请 先不要离开 就是先坐到这边就好了 好 请你们动手坐